用聊天成交超人软体 在你绑定你的Facebook账号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发表多媒体的贴文 那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点击新增贴文 接下来有四种选择 你可以贴文字类的贴文 还有含有连结的贴文 或者是含有图片的贴文 或者是含有视频的贴文 那聊天成交超人强大的地方呢 是你可以同步发表到多个你可以管理的粉丝页 甚至呢你还可以新增自动回复模板 也就是说呢当你的粉丝 然后在你这个贴文底下留言的时候 你可以让系统自动回复 甚至私讯给他一些 你要的任何的广告讯息都可以 另外呢我们也支援呢 直接发表在你管理的社团里面 好换句话说呢你也可以同步发表在多个你管理的社团 那很不幸的Facebook官方便不允许你张贴到不是你管理的社团里面 换句话说就是你加入的社团是不能张贴的 好那你也可以呢排成发表 那你也可以选择呢让这个贴文呢在你指定的每天 每两天每几天 然后一直重复的发表 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某些重要贴文 重复发表的困扰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文字类型的贴文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图片的贴文 那你甚至呢可以发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发表到社团里面 这是一个社团 这是文字的贴文 这是图片的贴文 好那另外聊天成交超人呢 不只可以让你发表这四种类型的贴文 还可以发表呼吁行动的贴文 以及轮播的贴文 这两种的贴文格式只能发表在粉丝页 所以我们来粉丝页看一下 这个叫做呼吁行动的贴文 呼吁行动贴文的特色就是 右下角你可以指定呢 出现一段文字 不管是立即购买还是私讯我们 还是按赞还是观看影片 好那这个就是强调 让读者采取行动的贴文 你甚至呢可以发表轮播式的贴文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轮播式的贴文呢 是非常热门的选项 因为呢它可以让你有充分的资讯 用非常专业的方式呢 去宣传你的商品 这个在聊天成交超人的后台 就可以直接发表 好那我个人在这边看呢 是没有看到呢 Facebook预设的这个贴文的格式 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当你发表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呢 你看这边会写 由聊天成交超人软体发表 好那在社团的地方也会注记 聊天成交超人软体发表 以上就是 聊天成交超人呢 可以帮助你呢 自动化贴文 到你的粉丝页或社团的强诈功能 那也欢迎你 立即注册免费使用 聊天成交超人 然后开始发表贴文 到你的粉丝页或社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